妳知道妳媽知道妳那個 妳的事情 知道一點點 怎麼了 她 她看野博客 她有每天看嗎 不知道 她會看的話她 那個妳不會錯過的吧 唉 可能她 是 但是妳爸不知道 我爸知道 我爸怎麼會不知道 妳媽說妳爸沒那麼了解 這就是妳媽自信的地方 幫妳說好 幫妳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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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暗中的心 要用 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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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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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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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mal culture 今天是软禁的第21天 整整三周了 8月7日 上午8点 这群国宝警察又开始了一天的娱乐生活 而旁边小区的保洁园 正在清理他们每天的垃圾 天气热了 进到了上午10点半 他们把凳子挪到了阴凉的地方 上午11点25分 几名国宝警察 在远处盛了一点凉 感觉到不放心 又回到了单元门口 他们现在 有三个人在单元里面坐着 一个人坐在外面 饭来了 所有人都很高兴 每天他们就是等在这个时刻 下午5点半 在经验他们回家之前 一分钟跟踪的奥迪车 已经先期进入了小区 在远处停着 坚持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慢热的天气让人困倦 他们留下一个国宝在楼道里 其他三个人都到附近的住院下 找一个合适的姿势休息 天气确实非常闷热 有一点风吹热 他们会感觉好一点 就会让应该感觉好一点 他在整人的家里应该是 8月10日傍晚18点30分 停在我家楼下的通州国宝便衣警车 车牌号金纸L1193 8月11日中午11点 国宝们暂时到楼道里去休息 他们玩过牌的地方一片狼藉 每天都是这样一堆 我这个单元保健员员的工作量 无形中增大了物质一倍 这是国宝杨春涛看的书 警方的摩托车通知国宝 民警警察的自行车赛车 8月12日早晨7点40分 国宝人员还没有醒来 你去报警吗 文警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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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下午4点半 外面又吸气的下雪的雨 一只蜘蛛困手在隔壁 一只家阳台上 很大的一只 估计又一进场 看样子它的战果破风 上面秘密到了 有许多的小蚊虫 看来它可以饱餐一顿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8月14日中午12点 一刻 到了要不早干净 是你这个性别是我的个性 老板有的都铁了 起来动它们早都放不进来了 你给我给我 你给我给我 我怎么办啊 滚滚了 我呢 你拿着打起来 谢谢大家